北京中轴县南端 有一处重要的理智建筑群 这就是仙农坛 从昔日祭坛到大众公园 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仙农坛历经了600余年变迁 日前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馆长薛简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讲述仙农坛一亩三分地的故事 北京仙农坛 他实际上是建成民永诺18年 也就是1420年 那么仙农坛在这个中路线 这个遗产体系里面 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在明清时期 他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祭天他叫祭地 祭天地日夜 这是祭先祖 他叫祭仙农山 因为清根吉田是从周朝着开始的 这个吉田制度 所以说他是中国古代国家祭祀制度的一个载体 同时他是北京城中柱县对称阁阁际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为我们讲左祖右舍有太庙 有这个设计坛 他是左祖右舍左右对称 那么在民族时期 他建立这个思想 他要左边祭天地 右边祭山川 那么这种中路线对阵 如果仙农坛不存在 他那个历史的风貌就不复存在了 仙农坛是中国古代祭祀等级最高 规模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祭农场所 一亩三分地就是指皇帝的吉田 吉田之礼是中国农耕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吉田长十一丈宽四丈 清耕时皇帝右手扶梨左手直边 两侧为户部尚书与顺天扶隐 伴随着奏乐 皇帝扶梨三推三反 游户部尸郎伯仲 这个一亩三分 是皇帝亲自跟踪的一块吉田 在当时他是为了皇帝天子 来清耕吉田 以倩刻农耕 也同时他是要倡导天下百姓 来重视粮食 重视农业生产 明朝的时候 朱彦璋规定 就是他的皇子皇子以后 登基以后到仙农坛 祭祀一次仙农神 一生当中祭一次就行了 那么到雍正年间 他做到变革 变革什么呢 他说我要比其他的先皇更加勤政 他改成一年来一次 他在位13年 来到12次 我们叫他出勤力最高 他这个制度一直推行下去 来的最多的是钱农 钱农来到28次 因为他在位时间长 2019年开始 恢复这个一亩三分地的种植以来 我们在地里面尝试种到有单一的品种 也种植到传统的五谷 让观众走进仙农坛来 来了解这个咱们中国农耕文明的这样一个 作为一个窗口 作为一块阵地 仙农坛讲述的不仅是中国农耕文明 还因独具特色 较高建造水平的古建筑群而备受关注 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宣指于此 薛简介绍 仙农坛的文物保护历程 可以看作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个缩影 仙农坛的因为历史的原因 有些历史风貌不复存在 有些建筑这个复数的构件 有些切实 尤其是在这个民国时期 对这些文物建筑的修缮力度 也是不是很大 仙农坛古建筑开始 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腾退 把文物本体逐步的腾退出来 在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那时候国力或经济实力不具备的时候 我们是以抢救性的保护措施 首先是保护了文物本体 从最近几年文物保护来讲 仙农坛由文物建筑本身的保护 拓展到文物整体风貌的保护 如今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 通过各种形式的展览和科普互动活动 传播和普及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知识 与法国、德国、西班牙、希腊等地 文博机构展开交流 成为中外人士了解中国古代 绚烂多彩传统建筑及其文化内涵的重要窗口